生活好习惯 早睡早起 已经是晚上九点了 乔虎还在玩他的小火车 乔虎已经很晚了 我们睡觉吧 我还想玩一会儿 乔虎快起床 我们要赶不上校车了 我还想玩一会儿 瞧虎 我们一起玩拍皮球游戏吧 可是 我一点力气都没有 不想玩 真没劲 琪琪 我们走吧 嗯 妈妈 今天我一直都在犯困 为什么呀 哎呀 那是因为你昨天晚上睡得太少了 睡得太少了 是啊 晚上睡觉的时候 你的身体里会凝聚很多力气 如果晚上早点睡 睡觉时间多了 力气就会越积越多 睡得少 身体里的力气就少了呀 是吗 原来睡觉时间很重要啊 好了 我要睡觉了 妈妈晚安 今天睡得可真早啊 嗯 我要凝聚力气 那好 这样明天就可以好好玩了 晚安 瞧虎 晚安 妈妈 这天晚上 瞧虎睡得可香了 睡得可真香啊 起起来 起起 摔摔 我们一起玩吧 好呀 妈妈 我回来了 今天我和琪琪他们玩的可开心了 真不错呀 瞧虎 嗯 早睡早起 精神好 世界真奇妙 我爱吃什么 我最爱吃甜甜圈了 爱吃坚果的 这是谁呢 原来是松鼠啊 小松鼠活泼又机灵 它非常爱吃坚果 真可爱 真好吃 哎 喜欢吃竹叶的 是谁呢 哦 原来是大熊猫啊 大熊猫是我们国家的国宝 它们最爱吃竹叶 绿绿的竹叶是我们最爱的食物 嗯 呵呵 这是谁呢 喜欢吃树叶 哦 原来是长颈鹿 长颈鹿是鹿地上长得最高的动物 长长的脖子能让它们吃到长在高处的树叶哦 厉害吧 嗯 嫩嫩的树叶又脆又爽口 小朋友们 你爱吃什么呢 赶快大声告诉我吧 看字乐园 大小 多 少 长 高 大 小 多 少 长 高 小小盛会 相亲相爱 一起玩 教室里 大家正在自由活动 哈哈 终于快要完成了 哦 诶 诶 诶 那块三角形的鸡木 怎么不见了呢 诶 是鸡木 我也很想玩鸡木 嘿嘿嘿 我要搭一座房子 哈哈 三角形的鸡木 原来在这里啊 多比 你让一让好吗 是我先在这里玩鸡木的 嗯 不行 不行 让我玩 让我玩 鸡木还给我 让我玩 让我玩 我 我 给我 我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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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嘛 让我玩 给我 给我 乔虎 多比 别吵架了 你们怎么回事 为什么要吵架呢 多比 抢我的鸡木 诶 我也想玩鸡木 多比 你刚才有没有和乔虎说 你也想玩呢 没有 乔虎 如果多比 也想一起玩 你会不会让他和你一起玩呢 嗯 嗯 嗯 大家都是好朋友 一起玩游戏吧 嘿嘿嘿嘿 你看 这样多好啊 嘿嘿嘿嘿 好朋友 要有爱 相亲相爱 一起玩 好朋友 要有爱 相亲相爱 一起玩 给 你能和好朋友一起分享玩具 相亲相爱 一起玩吗 自我保护 过马路的安全 羊羊 我们一起去看看 这个小朋友过马路时 会不会注意安全 嗯 好 哎呀 哎呀 哎 真危险 小朋友 过马路要看红绿灯 不能自己一个人走 要和妈妈拉好手 知道吗 你看刚才多危险啊 嗯 知道了 妈妈妈妈 变绿灯了 哎呦 哎呦 哎 对不起啊 刚才这样也很危险啊 过人心横道时 也要和妈妈手拉手 走路时不要玩 记住 嗯 又要过马路了 看看这次 它能不能做好呢 手拉手 左看看 右看看 好好走路 不玩玩具 不玩玩具 哈哈 这次做得真棒 该怎样过马路呢 让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过马路 手拉手 红灯停 绿灯行 多看看 又看看 没有车辆在过去 走路时 不探湾 撞到别人可不好 过马路 要注意 安全是第一 小朋友 过马路的安全 你也记住了吗 童话故事 小熊比利送邮件 小熊比利是森林里的游地员 每天都要早早起床送邮件 一天晚上 邻居小狗波特来找比利一起下棋 我又赢了 波特 再玩一次 我一定赢你 可是比利 现在已经很晚了 你明天一早还要送邮件呢 没关系 再玩一次吧 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 比利和波特玩得很晚才睡觉 第二天早上 比利去送邮件 一路上 他哈欠连天 觉得自己一点精神也没有 他先来到了小兔家 这是你们的邮包 怎么是几根大骨头呀 比利叔叔 这是我们的东西吗 这个 找到了 这个萝卜才是你们的 对不起 离开了小兔家 比利还是哈欠不断 他又来到了大象小姐家 这是你的邮包 应该是我订的新鞋吧 可是 我的鞋 怎么会这么小呢 啊 怎么 哎呀 不对不对 这肯定不是我的东西 哦 我弄错了 这是鸭子小姐的 对不起 这是你的邮包 哎呀 我今天 怎么回事啊 对不起 好困 肚子也饿了 比利来到岩鼠先生家 可是他正好不在家 放油箱里吧 现在先回家吃饭咯 可是比利刚到家 岩鼠先生就追来了 哦 哦 比利啊 这是老鼠先生的邮件 你弄错了 啊 由于不断出错 比利一直到晚上 才把邮件送完 晚上 比利实在是太累了 早早就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 由于前一天晚上睡得早 比利很早就醒了 精神也特别好 他明白了 早睡早起精神好 才有力气好好工作 瞧 这些都是镇上的居民们 给比利写来的表扬信呢 比利 这是奖励给你的电动车 感谢你为镇上的居民服务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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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PPY ENGLISH 我的一家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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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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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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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媽媽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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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媽媽 媽 看字路缘 这是什么呀 掉下来了 这该怎么贴回去呢 这是怎么回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次应该贴对了吧 到底怎么了 小虎 这是什么声音呢 小虎 你怎么了 刚才一阵风吹过来 这些纸就飞下来了 我想把它们贴上去 可是这些箱子动起来了 这三个字分别是上 中 下 就是上面 中间和下面的意思 这三个箱子是神奇的会听话的箱子 我们把字贴到哪里 它就会排到什么位置 所以你贴下这个字 箱子就会到下面去了 原来是这样 上 中 下 绝对 对了 手指运绿操 手指家族 一起来做手指运绿操吧 大拇指是爸爸 食指是妈妈 中指是哥哥 无名指是姐姐 小虎指是宝宝 开始做游戏了 爸爸 爸爸 爸爸在哪里 爸爸在这里 嗨 我是爸爸 妈妈 妈妈 妈妈在哪里 妈妈在这里 嗨 我是妈妈 哥哥 哥哥 哥哥在哪里 哥哥在这里 嗨 我是哥哥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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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在哪里 姐姐在这里 嗨 我是姐姐 宝宝 宝宝 宝宝在哪里 宝宝在这里 嗨 我是宝宝 一起说一遍 一起说一遍 爸爸 妈妈 哥哥 姐姐 宝宝 哇 哇 认知单元 分类 一起来玩分类游戏 先分一分颜色吧 红 黄 蓝 你能分清楚吗 分一分 分一分 相同的一类在一起 你 红色 黄色 蓝色 啊 不对不对 你是黄色的 现在都对了 一起来分形状吧 正方形 圆形 三角形的饼干 你能分清楚吗 分一分 分一分 相同的一类在一起 正方形 圆形 三角形 这里分错了 这下 都对了 按照这些东西的用途来分分看吧 穿的 用的 吃的 分一分 分一分 相同的一类在一起 穿的 用的 吃的 咦 勺子是用的东西 不可以吃哦 这次都分对了 唱唱跳跳 快乐乔乔农场 哇 好可爱 小朋友 欢迎来到乔乔农场 在乔乔农场里 我和琪琪 叮当姐姐 养了不同的动物 现在我们就来介绍自己的动物吧 好啊 好啊 我先开始介绍了 请勺子农场 用快递 E 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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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工厂 normale逻小牛 E 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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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 我在农场养小羊 咦呀咦呀哟 起起起 起起起 起起 农场有快递 咦呀咦呀哟 最后帮我来介绍 冰荡农场有快递 咦呀咦呀哟 我在农场养小羊 咦呀咦呀哟 咦咦咦咦 咦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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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当农场有快递 咦呀咦咦咦咦 咦呀咦咦咦 小朋友 你的农场里养了什么动物呢 我们一起畅畅畅吧 巧古智力玩具 任知采义组 大家好,我是小熊嬷嬷 嬷嬷,你看,桌上摆着好多东西 我可以给你做好吃的 你要吃什么呀? 我要吃肉酱面 嬷嬷要吃肉酱面 我给嬷嬷做肉酱面 这是面条 我可以吃肉酱面 好香啊 这个是给嬷嬷的 贝贝想吃什么呢? 贝贝想吃蛋糕 好香的带油啊 蛋糕上有奶油了 再加一颗草莓 嗯,好香啊 嬷嬷嬷,我还会做很多好吃的 你等一等哦 肉酱面,草莓蛋糕 鱼,拐杖糖 饺子,三明治 哇,做了好多 哇,做了好多 嬷嬷,我们一起来吃吧 下一次预告 原来食物宝宝们都很有营养呢 以后,以后我什么都要吃 不偏食了 小朋友 你知道刷牙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吗? 这是 哇,是巧古餐厅体验组 真有趣 乐之小天地快乐版 等你一起来玩哦